《解放军的装备发展史》 纵观解放军的装备发展史,许多人都会总结一句话,解放军真是得了火力不足的恐惧症啊。 通常拿出来的例子是班族中的每个人都陪备各式火箭筒,只机枪用0.5英寸口径的,直接把0.5英寸口径的机枪下放到班族,就算演习打毒贩,也是又轰又炸的没停过,在这背后实质上是解放军的自身历史千摘的弥补,急需提高班族的火力。 上面提到的89式机枪,就是这好火力不足恐惧症重要的一环,12.7毫米的子弹打中人,就能把人打出很大个血窟窿,这也不是他装备的目的。 12.7毫米机枪装备班族的理由很简单,同穿夹想低的防弹衣,然而,在网络上凤言四起,什么89式的把打到地上之类,试图力证89式机枪精度太差。 虽然大口径机枪用于班族过于惊设害俗,但说89式机枪精度差那是没有一句的。 89式精度超的论点先暂此不批驳,要拿数据说话,89式机枪打开不自API弹,在100米距离上,散步10加3厘米,MRHP散步则是12.5加3厘米。 89式精度并不差,但也不是说它是完美的枪,由于89式为了减重而采用了弹性枪架。 十法里面有一发大飞,这个是某一种弹药的问题,即type 4APDS,type 4APDS的出速较高。 但完成,后座力峰值也相应增高,因此离群塔问题也突出,但也在接受。 反而,网上所指的89式精度差,主要针对type 8叫API贴这一代要,精度会差一点,但也只是散步圈大量厘米大小。 这个可远远称不上精度差了,MRHP也和89式数据差不多,光说89是精度,差可能是选色型失明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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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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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